完全是相同標準,你可以拒絕別人入境, 為何我們不可以拒絕別人入境呢? 中文字字幕提供 上年十月時有一個也門女兒記, 她其實是去美國獲取新聞自由獎, 本來是獲取獎的人, 正正因為她在也門出生, 因為這樣就不讓她入境, 覺得這是什麼自由呢? 前年英國BDC有個女記者其實都不是做事, 去美國探親、探弟弟, 但正正因為她是伊朗出生的人, 有一個伊朗的國籍也不能夠入到美國境, 這些也是什麼自由呢? 如果美國去挑戰我們, 她是否應該去解釋這兩個案例呢? 有口話人沒有口話自己, 我想每天在美國領事館都拒絕了無數人的簽證, 大家不要說新聞自由、現論自由, 現在是講國家安全, BDC究底都是講她幫忙她搭亂平台去宣揚港獨, 這個我很清楚, 跟任何新聞自由、任何什麼自由無關的。 書面再開, 請見到快樂上廣告得更快。 請記得,在講師致上閉嘴, 請你見到快樂上廣告得度無關。 請我評估一下。